每年金融市運動會上的續惡競賽 總是歡聲雷動 今年登場的碟杯接力賽 考驗各隊的速度反映及團結力 我覺得這可以加緊 跟同事之間一些私底下的友情 很有趣的生活休閒活動 增加友情還能凝聚團結力 另外在館內登場的千人齊聚 舞藝觀摩表演也是正式驚人 首先登場的太極拳 只要願意動就可以像這位爺爺一樣 我現在年90歲 要喝就要動 能動你就能夠長壽 每一個團隊都是很棒的團隊 都會讓我們身心健康 而且讓我們永保青春 最重要的是讓我們大家都很健康 就是要讓身體健康 113年金融市運動會開幕一室 在地內國小登場 各機關團體的運動員競賽場場面盛大 今天很高興來到金融市政府 所舉辦的同仁的運動會 很多居住首長很多議員 大家都共同參加 希望大家今天有一個非常暢快的比賽的一天 流很多汗非常的健康 鼓勵大家用運動追求健康 幕後推手是金融市體育會理事長鄭景舟 系數歷年來的參賽人數今年更是向上突破 我們這個活動是從民運國80年 林水木市場第二居的時候 開始從能愛國小辦第一居到現在 參加人口數學 從7個單位到今天54個單位 還沒有包括今天沒有進場的球內 有將近4千多人 因為我們金融市在運動和台灣2點裡面 聯繫六年獲得教育部特優的運動人口 倍增的最多參與的人口數 我們非常謝謝我們小愛爸爸市長 大力支持我們的運動和台灣去運動 讓我們的人多多運動身體會健康 就是希望大家活躍身體精能 賽事分布暖暖區 其中競爭激烈的籃球賽事在定內國中登場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新義區跟七土區的 一場精采的籃球賽的現場 我們非常感謝定內國中 給我們提供非常完善的場地 讓我們這一次全國運動會裡面 籃球比賽能夠在這麼棒的場地裡面 讓球員來順利發揮他們的水準 我們大家可以精采期待 精采可奇的還有慢速壘球 去年冠軍的安樂區力拼三連霸 非常高興各區來到我們暖暖運動競賽 去年那個安樂拿的總錦標 我們盡量就把三連霸留給安樂區體育會 各賽事都很活躍 前來參與看幕式的貴賓眾多 給予滿滿的肯定 也表示會繼續為基隆體育的軟硬體建設盡心力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運動的人口蠻多的 那也希望我們中央能夠多多給我們地方來 來預助一些經費 讓我們拿多多辦一些活動 有益生理健康 我記得我們做過調查 我們基隆市的運動 我們基隆市願意運動的人 他們平均運動的時間是高出於我們全台灣的平均 高出差不多30% 但是我們的運動的場所其實我們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所以佩祥在這邊會驚喜跟我們基隆市政府 還有基隆市議會 然後跟我們基隆市體育會一起合作 打造一個幫我們基隆市變成一個更好的運動環境 基隆市運動會每年都是機關同仁間的交流聯誼 透過趣味競賽及球類運動放鬆身心 社會體育活動從年頭到年尾 內容都可以上基隆市運動愛台灣的粉絲專頁查詢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